Audio Jungle 李奥2016 at 星星星,COM详细讲述了,自己在北京科技大学交换期间的生活,从简单的衣食住行,到自己独立订票出去旅行,在这片土地上他收获了成长,知识,有益,也学会了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突破自己,机会在哪里,就往那里去在我离开北京科技大学,简称北科大,年轻教授送给我的一句话。 北京科技大学校门口海岛的台湾,我们有着勇于冒险,敢冲出去的海洋性格,如果不出去看世界,就不会知道自己置身于何处,跟着探险的精神走,去看见世界的美丽风景,从这半年生活体验中,自己过去对大陆的印象,到要离开北京科技大学的那一刻起,依然留恋着北京,包括所遇到的小伙伴,老师, 以及所有自己经历的事情,都让我的记忆犹新,让我的中国梦分添不少色彩。 电梯相遇开启了两岸学生之间的交流东陵经济管理学院2016企业管理同学们,谢谢你们的热情,让我感受到兄弟情义的温暖。 班长曾说,咱们就像兄弟一样,从台湾来到大陆,就像远方亲戚回家的感觉。 在我离开2017年冬天的北京,这句话特别的温暖,让我感受到来自于台湾不一样的热情与亲切感。 体验生活,世界不同在半年时间里,对于学习生活,要求自己必须将态度拿出来,交换生是代表着学校出来,这有一种荣誉感与使命,也代表着当地人对台湾的印象,全部体现在自己身上。 所以时刻谨慎自己的言行举止,在课堂上学习的过程,也必须跟上这里竞争的脚步。 我是一位研究生,倾听许多来自本地或其他省份的同学,分享考研的故事,确实在竞争压力下,确实挺不容易,所以更加珍惜自己在这里学习的任何机会,包括两岸用词上的不同。 学习认识简体字,学会写简体字,各省口音与用法上的不同,这些必须去适应学会习惯。 在北科大生活的过程,与其他各国的留学生交流时,他们认为中国将来必定是世界大国,所以来到这里学习,希望能够在这边工作。 这也是使我也开始接触来到大陆工作的机会,观摩学校所举办的校园招聘会,这些都是提升自己对于未来工作的方法。 自己也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大经济管理学院,借由旁听讲座提升自己专业知识。 在大陆学习的资源很多,但你必须努力去争取资源,听完分享后,收获最多还是自己。 另外在生活饮食方面,北科大的校园食堂环境非常优良,有提供各种地域美食。 此外每周末的物美购物商场,可以让自己更加融入体验北京居民的生活方式。 一方面可以查到北京消费行为,另一方面可以清楚知道当地还有哪些是台湾没有的食品可以尝试。 有时在留学生宿舍,我们也会自行下厨,借由美食与其他各国留学生互相用食物进行交流,借由课程上的分享,生活上的体验,似乎可以帮助自己更加快速地融入适应新的环境。 未来到大陆工作时,也不需在耗时适应当地生活,或是气候等问题,因为有这样经验,让经历添上一笔色彩。 从工作中看见自己不足人大会议忠心感谢同学的邀请,一同参与了商务部举办的会议,进行三天两夜的时间,从中发觉自己与同学间的差异。 并且模拟自己未来到大陆工作时,需要注意什么,与看见自己该补足什么,感受生活,世界不同感受生活,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我给自己定下要到北京以外的城市进行学习,从接触班上的外国学生。 另一方面,我也借由10月1日国庆连假时间,至内蒙古进行八天七夜的旅行。 古人曾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也可以亲自验证这句话,透过火车了解如何订票、取票等,让自己学会规划行程。 也借由这样的经验,让自己有了第二次的旅程。 从对历史的好奇,我到南京来感受过去国民政府所留下的历史,深刻体会到当时历史所呈现出来的紧张氛围。 两岸确实在历史的讲述上有所不同,但在历史新变们的努力奋斗下,两岸关系会因着亲近而融洽。 虽然历史不尽相同,但求同存异,两岸青年的交流互动,可以更加曾尽彼此了解,也更加体现出同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气氛严肃下的习大大办公的地方。 中南海大门新华门在新华门也会与天安门同时进行升降起点里因时间关系,在这里必须比以往更加抓紧时间努力看,努力学习人际关系建立,适应能力等,也时刻告诉自己时间管理的重要性。 从旅行中,学习那些很美好但自己还没拥有的东西,过程中尽力捕捉美景,带回台湾与更多人分享,学习从大国的角度思考,来看见世界的不同。 中国是一个现在进行是崛起的国家,任何的计划总是能按着步骤来实行,政府所提出的政策,也是符合当今中国在未来世界定位,来到大陆深刻体会到,一个国家正在进步,任何竞争总是与该技术产业龙头来做比较学习,我们看见阿里巴巴双十一的营业额,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营业额是如此创举,来到大陆我们必须学会用心感受生活,用大国思维来突破自己的格局。